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一定要详细说明 要不然的话我们贴了很多时候 人设的目的就是要舒适 但你要脱离舒适圈什么意思 等于我们不喝水难道喝料吗 有最狂教授之称的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李希坤 在台上侃侃而谈 主题名为踏出舒适圈的第一步 特别讲述人若为了追求未来更美好的幸福感 应该舍弃现在的舒服感 过程不仅激励人心 且又不失幽默风趣 让台下的民众听得津津入味 今天我们来到了台中葫芦敦文化中心 由保险业者举办的讲座 保险业者透过每年定期举办名人演讲 来分享不同族群领袖的人生经验 更值得一提的是 演讲还结合了公益 让民众不止从演讲中吸收正能量 还能将公益的精神推展到社会 今天刚好我们的讲师是李教授 那他会就是分享到了竹梦这一个主题 那刚好也其实也是让我们的寿宿孩子知道说 他们可以不要因为他们的环境 自卑或是害怕 他们可以因为藉由很多人的帮助 还有支持 他们也可以勇敢地去逐他们的梦想 所以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公益活动 那我仔细观察他们在邀请讲者的时候 其实都非常用心 那他的主题最主要在激励人生 那所以我认为富有宝经他做的不只是保险 而是一个人生的规划 那另外他每一次办的活动都还会结合公益的活动 除了第一方面激励自己的人生的正面的想法以外 那也引起大家一个共鸣 就是行有余力略尽棉薄之力 大家一起来做公益 我们举办公益讲座今年已经是第五届了 那我们举办公益讲座的目标和理念呢 是希望说能够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与众不同的服务 让我们的客户呢 不仅在保险上得到最专业的服务 那也可以从我们举办的公益讲座中去学习 然后提升自己的思维跟价值 也可以从中做公益去回馈社会 保险业者透过举办多次演讲活动 培养员工内涵以外 还会定期在公司举办训练课程 来加强业务员的软硬实力 为了能促进同事间彼此的情感交流 董事长也积极打造和谐 互助愉快的工作环境 并参考欧美国家保险经纪人的合作共享 与世性经营 希望达到客户业务双赢局面 富有保金为了客户成立了各家保险公司的研究小组 针对各家保险公司商品进行分析训练 通过这样责任分享资源交流 专业的客户服务 富有保金才能这样快速的成长 保险公司的业务部队 是帮公司卖保险给客户 保险经纪人是帮客户买保险 是不断地和客户沟通讨论 进而确认客户的需求 然后再寻找适合的商品来满足客户的需求 由于以上的差异 我们可以获得中程度很高的客户 对于个人和公司而言 中程度高的客户将是我们最大的资产 引进欧美国家保险经纪人工作模式 富有保金提倡共享理念 善用共享经济影响与物联网支持 达到责任共享、资源共享、利润共享 到未来共享等四大理念 在富有保金 共享是一个最重要的理念 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老板 每一个人都是家人 我们将每个月的营收扣除管销 产生的利润分享给所有的伙伴 你的成功能够帮助到我 我的成功也能帮助到你 利润共享的制度自然而然会产生互助互惠的循环 这也是我们想要创造的工作环境 未来我们将更致力于提供客户更好的服务 更多回馈社会的公益活动 透过四大共享 让伙伴们提升知识 提升收入 进而提高生活品质 达到健康better 生活better 心灵better 是总经理在保险业一直以来打拼的目标 未来他们会继续努力 与保护携手创造更美好的3B人生 感动的是 这七年来我们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 一起在保险业这条路上奋斗 过程中大家不分彼此 各自愿意付出自己的努力与无私 只为让这个团队更好 所以我们正规划如何能够提供富有的家人 下半辈子的退休生活 也能够在富有获得满足 如果你正想加入保险业 认识富有 相信我们会让你看到一家非常棒的公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